哈囉大家好,我是沃田 我是大頭 今天我們要來舉行一場 叫聲模仿大賽 不迷思議就是模仿動物奇奇怪怪的叫聲 誰學得像,誰就得一分 那由裁判出題 先搶到接的人就可以優先答題 裁判他在溫習一下 看那些動物是什麼叫聲嗎 看來都是一些不正常的動物 我忽然有點怕了 我是一些不正經的動物 不正經 你這樣不如我們先來搞個熱身 好不好 好,那雞怎麼叫的呢 才不是呢 是狗狗狗 那個你你你你 是我雞怎麼沒通過雞叫啊 他這個雞不就這麼叫的啊 你看 他是 第一局 請問企鵝怎麼叫 企鵝 牠ments 噯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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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噯噯噯噯噯噯了 我的獎金 你老搶那个鸡也没用你 刀不出来 你说我刀不出来 好了 请问鲸鱼怎么叫 鲸鱼 鲸鱼哪里会叫 回答错误 有吗 回答错误 回答错误 不是两个人是这样 是不是 好了 两个人都没有分 这个答案是什么 噗噗噗噗噗噗噗 我还没说这种鲸鱼啊 你要说很大的那种鲸鱼 不是 我以为是那种 我也以为是 我以为是那种很漂亮的那种 对 那种圆溜溜的 那种怎么会叫呢 那种狼脸一用 原来她说的是哪种 哪种鸡鸡 那会啊会啊 那哺乳都不像 你那个什么 不是 是裁判他没有描清楚 怪裁判 所以裁判不满 都扣一分 你 哈哈你扣一分 你没有了 没分了 你负一分 你负一分 这个名字也要负一吗 那当然要了 哈哈哈哈哈哈 快 好 请问哪一狗怎么叫 他不知道 我也知道了 方式很像 小熊? 怎麼叫. 是嗎? 那我們請她本人演示一下 正確答案是 你看一模一樣 不許搶題 好 請聽題 燕子 怎麼叫 嘰嘰嘰嘰嘰嘰 回答公司 馬來 燕子不是怎麼叫的嗎 快點 你知道嗎 快點不知道幹嘛搶雞 扣分 扣一分 扣一分 正確答案是 那我是小燕子的聲音 妳是小雞 妳那是小雞 就是 我是小燕子怎麼叫的 下一題 好累喔 打了幫你 還是零分 還是零分 打了幫你還是零分 打了幫你還是零分 你不要壓這麼零分 好來一個簡單的 請問猴子怎麼叫 猴子 嘰嘰嘰嘰 不是吧猴子 我猜 對猴子就是這樣 嘰嘰嘰嘰嘰 嘰嘰嘰嘰 嘰嘰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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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聽一下正確答案 嘰嘰嘰嘰嘰 這樣了 你正確答案 嘰嘰嘰嘰 我就很像 我剛剛那個神態簡直就是猴子本猴 我覺得裁判他的耳朵有點問題 法院裁判 扣一分 現在已經進行到第七題了 我們的比分是 一比負一 他這個人 好慘 越回答越扣分 第七題 請問羊駝 你不會 你不會 你看 回答中 在哪 回答錯誤 講就是 perseverance 掐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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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擾 來來來在哪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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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多么得高啦 高不高啦 請聽題 請聽題 請問 不要搶的啊 裁判怎麼叫 他不叫的 我的答案是不叫 好,你回答 那我選一個 好,回答不出 你輸了 那你說了,裁判怎麼叫 我說裁判不叫啊,我的答案就是裁判不叫啊 那他有答案,你連答案都沒有 哈哈哈哈 大家把這樣頂起來看大頭接送成罰 沒有說要懲罰的 那遊戲肯定有輸有贏就有懲罰 嗯,手撩起來 哇,好多的麻煩 好才多,這是財富 準備好了嗎